大家好,我是香港國際仲裁中心的副秘書長劉喬 歡迎大家收看HKIC理事會成員的在線訪問 今天我們訪問的HKIC理事會成員是香港空運貨站有幸公司 即是HACTL的行政長裁 狂永全先生,Rosen Korn Rosen,你好 早安,Joe 早安,你好 歡迎也多謝給這個機會 讓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早安招呼 各位好,Rosen 你好,Rosen 其實我覺得今天這個訪問也是一個挺特別的一個訪問 因為Rosen是我們HKIC理事會成員裡面為數不多的 以及我們非常寶貴的商界代表之一 另外一個原因也是除了仲裁之外 我本身本人都是對雄運是非常有興趣的 所以今天可以訪問到Rosen 我也覺得是非常之榮幸的 首先我也想跟大家介紹一下Rosen Rosen在多間的企業和多國領域方面 都是有很豐富的管理經驗的 你在2018年的時候 就出任HA CTL的行政總裁 在加入HA CTL之前 你是在儀和機器做行政總裁的 再之前 你在多間香港和新加坡的大型企業擔任重要的職務 例如移和集團、移中航空、HKLAN、Raffles Key等等 除此之外 你也有很多社會的職務 除了HKIC的Council Member之外 你也是香港的雇主聯合會、理事會的副主席 以及香港總商會HKGCC環境 以及可持續發展委員會的主席等等 除此之外 你也有很豐富的學歷 你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取得經濟學的學士 在香港科技大學取得MBA 在英國的雷丁大學 取得房地產管理的技術 以及在香港中文大學取得法律博士的學位 所以你有這麼豐富的經驗 以及有這麼多職務 我想如果一個一個這樣問你的話 我們一定是不足夠時間的 所以我也想問一下你現在的這個職務 即在HA CTL的這個行政總裁 我想問一下 你可不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下 你在HA CTL的這個職務的範圍 以及你日常的工作是怎樣的 好 多謝Joe 我們說了 HA CTL 其實我們就叫做HackTool 香港空運貨站 香港空運貨站其實都有一段的歷史 我們是1976年成立 而我們也是 不斷在過去的44年 借香港 是見證著整個香港機場 在香港的空運業的發展 我們1976年去到1998年的時候 其實在香港 我們是唯一一個 我們叫做Carful Terminal Operator 所以是一個 空運的 火站的營運商 而來到赤立國 即1998年7月6日之後 其實我們是其中一個 主要的營運商 HackTool的主要工作是怎樣呢 其實 Joe你剛才說得很清楚 其實我就是HackTool的行政總裁 當然 我日常的工作 就是要令到我們的運作暢順 因為 其實空運 其實是一個7乘24乘365的行業 我們是不能停的 這個我想 去到維持我們的運作 暢順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就是我們要確保 我們所有的 貨物 在我們處理 包括來港或底港的 貨物的處理 是一定要達到 極高的安全的要求 保安的要求 當然不是一貫的 我們的高的 服務的水平 我日常工作就是做這些 當然 除了確保的營運是好之外 我們都有一些 很多比較長期的關係 我們要做 所以我們譬如說 我們長遠的 我們有集團的發展 我們去到 我們在公司裏面 人才有培訓 系統的 維會 因為我們有自己的IT的團隊 我們有自己的IT系統 去管理整個貨站 這些範疇 其實我都會有參與的 當然 整間貨站 絕對不是 我一個人 我最主的工作 都是靠 或者我們公司 做得很好 都是一定要靠 我們的團隊 我們整個HECTO的群組裏面 香港的貨站群組裏面 有2400個同事 其實就是靠著我們2400位同事 日以繼日以繼日去做 去到令到香港 可以 第10年 連續第10年 成為 全世界 最繁榮的 一個空運的機場 我們說BCS Target Airport 所以香港已經連續第10年 這個事實 未必每個人都會很清楚 但是 其實香港 也是應該要入圍的 我想問多一句 Wilson 其實現在背後的背景 是不是你們的貨倉 我現在正在 我們的辦公室裏面 我們的辦公室裏面 背後是我們的 貨物的儲存系統 其實我們 這個貨物的儲存系統 是我們的背景 是我們很重要的系統 為什麼呢 其實 我們每一天處理 很大量的貨物 有很多是 香港的 有很多是 開香港的 在他們 在這個過程的途中 如果他們是需要儲存在這個倉 其實他們就是在我背後的系統裏面 去到儲存的 這個系統 是全自動化的 也是因為這樣 其實香港 在過去那麼多年 為什麼是一個領導的地位 其實也是因為我們 靠一個很好的 全自動化系統 它就令到我們的運作 是非常重要的 是 其實我下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經常都聽人說 香港是這個世界的物流 和航運的中心 其實香港在這一方面有什麼具體的優勢呢 其實優勢很多的 當然 香港就是一個航運中心 不是整空運 在海運那方面 也是 屢足輕重的 在全世界的物流裏面 但是呢 因為我始終都是做空運業 或者我也是會 專注說回空運業 其實我想香港 在那麼多年來 作為一個 全世界 我們會做到全世界最繁忙的 空運機場 我想有幾個原因 第一就是 我們有 一個 很 很開放的 環境 為什麼我這麼說 很開放的環境 第一 我們沒有碎 我們碎盡非常簡單 我們規模也非常好 我們也有一個 非常了解 也非常支持 整個物流業發展的政府 因為呢 其實在全世界 要做物流業做得好 其實 除了說要有貨產 我一陣子說說我們貨產 但是呢 其實你本身 整個 城市 或者整個機場的基建 是很重要的 講到基建 當然 一就是 硬件 硬件就是 我們不同的 我們道路的設施 我們的儲貨 處理貨物的設施 但是另外一方面 就是我們的規管 我們的 政府部門 有一件事 我一定要特別要 要掌賺 其實香港 我們有一個非常之 便利 營商環境的 政府 所以在這裏 其實我們 有海關 我們入境署 我們和 相關的部門 因為譬如 裕股署 食堂署 都會處理 很多不同的 種類的貨物 的處理的申請 所以其實 很多不同的部門 其實都是非常之重視 我們香港人的發展 當然 香港國際機場 其實現在這麼成功 也是有賴 我們的香港機場管理局 是非常之全力的支持 住英國空運營的發展 所以 在這個大框架之下 其實這個就是 便利了營商環境 但是當然 你便利了營商環境 你也有些貨物 是來香港 或者肯來香港 或者為什麼 那些人會信賴香港 作為一個 一個port 或者一個 一個點 去到 運走 或者是 會 運貨來香港 這個我想有三個原因 可以這麼說 一就是我們經常說 我們的 連接點 其實 香港本身 那個地理環境 或者地理位置 是非常之有利的 那麼 稍後我都會再分享多一點 但是我們服務的航點 或者我們 航線的數量 以及我們的時間 即我們的slots 其實都是 一來我們非常好貴 但是二來我們也分配非常之好 要有一個很好的 也都很efficient的 航線 你才可以做到 這樣的效果 第二就是 我們有 非常之有經驗 的團隊 去處理 我們 入益區多的 航線 為什麼我這麼說呢 其實 香港的成功 都不僅是這幾年的 其實我們 香港空運貨站 從1970年開始 就已經在香港 服務著整個空運 在這麼多年來 我們香港空運貨站 由始至終 都是一個 信念 就是我們要服務整個 community 整個 整體整個行業 所以我們有很多的 範疇 都是為整個 community 做的 包括我們的 IT系統 我們本身叫 Cosec 其實Cosec的全名 代替community system For Aircardo 是一個community-wide system 因為我們本身的規劃 是 為整個行業 設 而也都因為我們整個行業 也是投入 也是 比較團結 所以我們是會令到在不同的環節裏面 都可以令到我們空運 是發揮一些優勢 當然啦 我們就是講了infrastructure 我們講了我們的人 另外就是我們的行業 正如我這麼說 我在背後就是我們的 航空的 載具的處理系統 或者處理系統 其實這個 在當年 我們1998年 開的時候 其實 其實 也是世界 應該可以這樣說 就是手挖一致 我想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因為其實 全世界要做到這麼多層式的 Cover Terminal 其實不多 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地方 其實地很廣 所以很多地方是一層 一個很大的warehouse 但是香港因為地 相對是比較 比較少 所以我們就要向高層發展 所以其實如果你今天問我 我們香港空運貨站 我會和你認同 就是 我們的超級一號貨站 也是我現在 身處的地方 其實是全世界 我想應該是最大的多層式 是最大的一個 的加工 Terminal 我想到今天也是 而這一個其實是香港的一個成就 當日我們公司是用了10億美金 去投資這個 Terminal 而這個 Terminal 去到今天 22年後 到26年 當然我們不停有很多投資 要放進去 但是我們 也是非常之榮幸 是可以貢獻到香港 連續10年 作為一個全世界最煩惱的公運黨 是 那 吳老臣都好像你剛才說的 得而是確 香港成為一個很成功的 一個國際的空運中心 原因是有很多的 有政府的支持 Infrastructure 系統 以及很悠久的歷史 等等 等等 其實今年是一個很特別的一個年份 大家都知道是COVID-19的一個pandemic 我知道這個疫情其實對於很多的業界 都有很大的影響 不知道對於空運來說的話 有沒有什麼影響呢 這個問題是很重要的 為什麼呢 其實對COVID-19整體 對整個航空業 是很大的影響 我想大家看到 都會看到新聞 這個也不只是香港的問題 這個是傳統的問題 為什麼呢 當不同的國家和這個地區 有很多quarantine 有很多chalker restriction 當然 對這個 人流的 就是那個movement 那個facilitation 是很有影響 而 因為 很多人 都是 村長過省去到 每個地方都是靠 飛機 所以對我們航空業 是很大的影響 但是對麥樓 是有影響 但是那個影響 是沒有客運那麼大的 為什麼呢 其實今年 好像是Jolie說的 非常之對 其實今年是一個很特別的一年 可以這樣說 是一個很困難的一年 但是幾困難都好 其實空運業 在整個疫情裡面 是擔當了一個非常重要 一個非常不可挽脅的角色 而這個角色就是說 因為空運是可以很短時間內 是將一些貨物 由A 去到B 去到送帝 而今年疫情 其實大家有幾個wave 可能大家都會記得 其實2、3月或3、4月那時候 其實當時 運得最多的物資 就是一些個人的保護裝備 包括PVE 當時也有很多 Ventilators 都會運的 通常這些都會靠什麼呢 去到運 空運 為什麼呢 個個都很夠 所以當時 2、3月那時候 其實我們的使命 就是怎樣可以 無憂子 將這些 非常之迫切 需要運輸的個人保護裝備 運到去 不同的地方 包括在外地 運到來香港 這是第一 在接下來的幾個月 我們都看到有些趨勢 當很多地方 工作在家工作 其實很多 地區 都突然間有一個 非常大的需求 就是 HOME OFFICE的 Appliant 譬如電腦 電腦 Printer 那些 那些物資 其實 都在一段很短的時間之內 要很急地運到 世界上不同的地方 很多的電子產品 其實都是要靠空運 去到運輸 這是我講的兩個Waves 這兩個Waves 其實 除了 平時 平時 都有很多貨物 要運輸 所以 其實 跟著了幾個月 其實我們都 還在運載 一些 之前本身 要靠空運 去到運輸的物品 但 本身 其實空運 是靠 兩種 機種 運輸 運輸 一種就是 全貨機 全貨機 就是說 整架機 都是運貨 這些其實在疫情 或者是期間 或者之後 其實都是沒有 非常之亡 在全世界 人和地方 是繼續在飛 但是 另外一個 我們非常重要的 一個 運輸的途徑 就是靠我們的客機 客機 其實我們說 就是一種機 機套 我們的Bally 也是載很多貨物 但是因為我們的客機 或者客運的服務 是在疫情的期間 是受到 嚴重的影響 所以其實到今天為止 整體 全世界 空運業的 那個capacity 那個載貨量 其實都是受到明顯的影響 所以大家可能會見到一些 物品 就是 會遲了一些 或者是 那個 那個 rate 就是我們那個 那個 運載的價格 可能也會上升了一些 但是這個 unfortunately 就是因為疫情 而隱身的 一個現象 我想 這次經過這個疫情 我們都 大家都 可以看得到 理解得到 空運這個 這個產業 對於 一個 城市 的其他的 商界 商業的運作 包括 每一個人本身的 日常的生活 都是 有一個很關鍵的 一個作用的 謝謝 保持你的這個解釋 我想我們 談了 HACTL 和香港的 空運 我也想 談一談HKIC 和中賽 我剛才也有說 你是 HKIC Council Members 裡面 為數不多的 商界的代表之一 那你當時 願意參加 HKIC 加入我們這個 Council Member 的營養是什麼呢 我是非常榮幸 受你邀請 亦都是 參與 HKIC Council 其實大家都知道 HKIC的理事會 就是HKIC的最高的決策機關 其實 好像你這樣說 絕大部分的成員 其實都是律師的 背景 去到組成的 但是其實商界的代表 都是 非常之有用的 雖然我們的為數應該不多 但是都非常之重要 為什麼呢 其實 我想從商業的角度 是為HKIC的未來的 戰略發展 和政策 提供意見 我覺得是 非常之重要 其實 還有三點的原因 為什麼我是 非常之樂意 也非常極難 可以加入HKIC 第一就是 其實HKIC的 爭議解決服務 是我們 做得非常好的地方 我亦都覺得 其實很多 用戶的反饋 畢竟 用戶的對象 其實HKIC的用戶對象 只是企業 我作為一個商界的代表 其實可以在一個 提供用戶反饋的方面 給予一些意見 讓HKIC的secretariat 和其他 council members 可以作為參考 第二就是 我想因為我是商界代表 亦都可以用回 我在商界裏面的經驗 人物 網絡 等等 作為HKIC 和商界溝通的一個條例 好像我剛才說 其實我們用了很多大商界 或者商界的人士 所以我想這個作為一個 交通條例 是非常之重要的 第三就是 我也非常之希望 是可以幫到 HKIC 可以推廣 在商界裏面 推廣我們的 爭議解決服務 讓更多企業 了解到HKIC 和在商務合約裏面 中 讓他們選擇 HKIC作為一個 爭議解決機構 說真的 很多我們香港做的事 也是跨境 也有很多 是港度合約的 畢竟其實這個爭議的解決方案 也是 謹慮的一環 我亦都希望可以推動到 那些人去選 HKIC作為這個解決機構 我們都是這樣希望的 Rosa 你剛才也有說了 你可以成為一個 HKIC和香港商界的一個條例 你都可以幫助我們去推動 或者是 宣傳HKIC的服務 我想問一下 HKIC作為一個 仲裁機構 怎樣可以跟香港的商界加強這個聯繫呢 我可以這樣說 HKIC和商界聯繫 都很強的 其實我們的 理事會裏面 有很多 雖然是一個法律的背景 但是其實很多在商界裏面 都是Household name 很多人都認識的 所以 本身已經做得很好 當然 什麼時候都可以再好一點 有哪些人可以做呢 有哪些建議可以這樣說 第一 我們可以更加加強一些 在香港商界 對我們HKIC 我們的服務 尤其是我們國際爭議 解決最新的一些實踐的宣傳 畢竟這一方面 不是所有人都說很熟悉的 我覺得我們HKIC是可以做多一些 宣傳 推動工作 我們 怎樣可以宣傳呢 當然 我們可以做一些 線上 線下活動 我們做多一些 培訓 會議 去做多一點 也可以 或者我們 在企業管理層 我們 作為企業管理層 我們經常都會看到一些 報刊 雜誌 我們可不可以 譬如做多一些 我們在HKIC 的身份 去發表 一些 我們HKIC最新的實踐 發展的文章 等等 讓管理層 在外面的管理層 更加熟悉HKIC 為什麼呢 其實在法律界裏面 個個都認識 HKIC 但是在商界 好像我們HKTO 也是 其實 大家都很經常 我們亦都要在香港 說HKTO是做什麼 其實我們一檢查什麼 訪問一下HKIC 在做什麼 第二就是我們其實可以在 除了一些線上線下 或者搞一些 Event Seminar 我們可以做什麼呢 其實我們可以在 和我們不同的商會 畢竟香港有很多商會 我們可以和眾多商會 建立一些聯繫 加強合作 亦都可以向他們的會員 多點推廣 多點介紹HKIC 亦都是提供一些協助 指導他們怎樣可以透過 我們HKIC的服務 是解決 尤其是他們的商業糾紛 香港有很多商會 剛才Jolie也說了 其實HKCC 就是香港總商會 其實都是其中一個 非常好的平台 所以我們都可以再加強 溝通 不只是HKCC 有很多其他商會 我們都可以 做多點 第三就是 香港HKIC 我覺得 已經是全球 領先的 爭議的解決機構 據我所知 其實我們目前已經處理 超過10500宗的案件 其實最多的當事 都是香港企業 所以 可以看到 香港企業 其實是香港 就是我們HKIC的服務的主要用戶 所以 越多的 溝通的渠道 是給我們香港的客戶 用戶 甚至乎 潛在的用戶 是知道我們的服務 知道我們可以 可以幫到他們 尤其是在爭議解決的需求 和拿一些反規 我覺得是會對我們的服務 HKIC的服務 是有一個相應的調升 最後 我知道 其實HKIC 是非常重視 客戶的需求和意見 亦都是 非常重視 怎樣去到 憑著這些意見 是將一步提升 我們自己的服務質素 所以 我覺得 HKIC是繼續 如果我們是在 這些橋樑 或者這些渠道 做得好的話 我們一定是會令到HKIC 是更加 可以成為 受到我們 不同的企業 是選擇我們 為我們爭議解決選項的 首選 我完全同意 謝謝你 Wilson 你寶貴的意見 我最後一個問題 想問一下 剛才我們都談了 香港是國際的航運中心 香港也是國際的爭議解決中心 其實這兩個方面 有沒有什麼聯繫呢 換句話來講 香港作為一個國際的航運中心 對於香港作為一個國際的爭議解決中心 有沒有什麼幫助呢 可以這麼說 我想在香港 其實 在這裡我也想說 很多 香港的企業 香港的 市民都說 香港有很多事情做得很厲害的 包括我們空運業 亦都是更加 我們的 HGIC 在這方面 其實 亦都是做得非常好 但是 在香港作為一個國際的 爭議解決中心 和這個航運業 沒有什麼 直接的關係 但是 我會想一下其中一件非常重要的 好像我剛才開場 亦都說過 就是 香港是一個非常之便利 是很容易遭到的地方 當然我明白的 在新冠疫情 在這個大前提之下 整體國際的航運 或者是旅遊 是受到嚴重的打擊 但是要大家記住 就是 香港其實 是國際 航運的一個主要的輸入 那麼多年都是 而我亦都覺得 在將來 在祖國 在運輸彈區 越來越多機會 亦都是一定 可以繼續 那麼 香港作為一個國際的航運 的重要輸入 不只是說Aircargo 其實對客運 也是 而這件事對香港 仲裁 開庭的地點 都非常之重要 為什麼呢 其實你要開庭 都要有人來 才行 我知道人現在可以做virtual hearing 是可以的 但是畢竟我想很多人都是 可以的話 其實都是想 face to face 很多時候都 當然virtual hearing 是一個其中的 其實在疫情之前 我們香港國際機場 是有大約 120家的航空公司 是服務著大約 220個航空間的 是篇布著 全世界 很多國家的 大家知道 其實在一個仲裁裏面 我們仲裁裏面的 仲裁員 當事人 律師 證人 證人 甚至是專家等等 你一定是全是在香港的 有些人在外國飛過來的 香港的獨特之處就是 其實 香港的地理位置 就是 令到大家 可以在四小時 基本上 在大部分的 諸亞洲城市 都可以飛過來的 而世界上更加 有一半的人口 可以在五個小時內 其實是飛過來香港 另外就是 當然 你說飛過來 另外我們怎麼 辨理到 不同的 partis 這個仲裁呢 另外非常重要 就是 全世界 有近超過 170個 國家的 國民 或者市民 其實基本上 他們不需要簽證 就可以來到香港 去參加這個仲裁 所以其實香港作為一個國際的 航運中心 和我們 非常便利的 出入境的 這個arrangement 是會吸引到 其實很多全球很大的企業 和個人來到香港 這個地方 去做這個爭議的解決 其實這個 對香港整體 維持著我們國際爭議解決地位 甚至HKIEC的 其實都是非常大的當作 所以記住就是 其實香港 當然我們是 非常之 驕傲那樣東西 就是香港是全世界 最繁忙的 空運機場 但是呢 我們也是非常榮幸 加入了HKIEC的大家庭 為什麼呢 其實香港 也是一個 國際爭議解決中心 一個非常出名的 國際爭議解決中心 而我也都很深信 在HKIEC 的 facilitation之下 我們一定會 謝謝Wilson 我都非常同意你剛才說的 我都希望 今次這個疫情過去之後 香港的每一個 產業 包括我們的空運 爭議解決 都可以繼續有更好的發展 我們都很榮幸 Wilson 你可以加入到 HKIEC的理事會 希望以後 會有更多的機會 和你合作 謝謝你 謝謝 謝謝你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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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